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了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尼西米记第十三章 开始咯 当日人念摩西德律法书给百姓听 预见书上写着说 衙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 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 且故了巴兰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 以色列明听见这律法 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先是蒙派管理我们 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 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亚达缺席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 我向王告 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 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我甚恶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 吩咐人结尽这屋子 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季乳香又搬进去 我见立卫人所当得的愤无人攻击他们 甚至共识的立卫人与歌唱的聚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 我便招聚立卫人使他们造就供职 由大众人就把五穀金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 我派祭司是利尼亚文是沙都和立卫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 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沙克的儿子 沙克是马他尼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中性的 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那些日子活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炸酒 搬运河困陀在驴上 又把酒、葡萄、葡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 担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 用犹太尔人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 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 我就斥责犹的贵咒说 你们怎么行这二世犯了安息日呢 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 以致我们神使一界灾祸 领到我们和这城呢 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 使愤怒越发领到以色列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 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 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 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 我就警戒他们说 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 若再这样 我必下手拿伴你们 从此以后 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我吩咐力为人洁净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爱 求你因这世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大人去了 雅实图 雅门 摩鸭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说话 一旦是雅实图的话 不会说犹大的话 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责他们 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指着神启示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外邦人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和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 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 在多国中 并没有以王像他 且蒙他神所爱 成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 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 引诱犯罪 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 取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 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 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 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 违背你与祭司 立位人所立的约 这样我洁净他们 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 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使他们各尽其职 我又派百姓暗定期献财和书属的独产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也要记得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